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呢是想把范围弄得小一点的 我可没想到 武多武不住啊 这也愿我 我低估了教师们对教改的兴趣 我看啊 是有人对参证义证感兴趣 那可不能这么说呀 大家都是为了学校好嘛 黄主任 本来这事呢 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 为什么要弄得剑拔弩张呢 我看啊 这明天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至于吧 校长 这体育馆翻新的事 我看你明天无论如何 得找一下发展局的李局长 要不 你们都看起来 还是要弄得煮的 好 赞 你全部看起来 我不喜欢俄言 还是要带走 我就知道你怎么回答吧 我看你会认在新的心里 女孩子的眼淚有兩種 一種是認錯了 那眼淚啊 就像積風暴雨似的 來得及去得也快呀 那另一種呢 那就是受委屈了 那眼淚啊 就像連綿陰雨似的 連著下呀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那就想著 總有一天會雨過天晴出太陽的 沒雨的時候啊 那就好過了 這件事 總是永遠見不到太陽 那好啊 那你就天天拿著雨傘 穿著套鞋 說不定啊 這花啊草啊 還就喜歡你這個 淚流成河呢 朗老師 您在說正經事呢 你朗老師這兒 能有什麼正經事哦 來來給我吃吧 我來吧我來 你面子 來吧 上了 來吧 來 喬家 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 這我非得把二陽五宿舍的秘密 給探出來不哥 他女生秘密你算什麼男子漢你啊 我這不關心咱們同學嗎 太帥了 好 我說兩句啊 東方同學這幾年在浦俏島的領導下 從一個農村同學到今天這個城市相當的不懂 但是我說要實施這個計劃 應該慎重再慎重 對老師就說得具體的 我說完了 這什麼事嘛 要我直說 但是有時間嗎 你就說完了 簡短點 好 請問 中國的高考制度改不改革 你這不是明知不問嗎 好 既然高考改革需要一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的工作重點 還是要努力把學生送進大學 要給學生減負給學生帶來歡樂等等等等 我都同意 就是不能動主課 我覺得動不動主課還是有余地的 但是分層次教學不可取 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 那學生不說 如果家長知道自己的孩子分在三類班 那不炸窩了 來老師 您需要再仔細地看個方案 這個差別是由學生和家長自己定的 他們認為能跟得上哪個班就上哪個班嗎 我呀 我是擔心我們教務處 這課程表該怎麼敢排 我作為一個老師 來老師 你們班的家長來了好幾個說要找你 就說我出去上課 我説了他們直問下長勢了 誰這麼多嘴啊 白老師快去看看去 這個教育啊是個敏感的系統 牽一發而動全身哪 黃老師啊 您還沒發言哪 你說說吧 黃老師不說了 教育改革嘛 年輕人的事 我們老了呀 弱了 沈老師你們班家長也來了 我去這就來 蔡老師 走啊 各位校長 各位校長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地說 我們是一向很尊重你們學校的 你們這種做法讓我怎麼能放心 學校把學生封成三等 這不是打擊學生的自尊心嗎 學生課時從十四五分鐘 改為十四分鐘 能保證教學資料嗎 怎麼辦 誰的嘴重啊 誠實不足辦事 各位家長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都是文案 學校還沒定下來 我們做個研究 沈老師 那還專門考一趟 沈老師 這可不是小事啊 我們的孩子好不容易考到東方中學 他可不願意當實驗生啊 你說什麼什麼啊 小林 我給你說一件事啊 露露你也過來吧 跟你們說啊 昨天啊我姐姐啊 帶我到嘉年華去玩了 誠叔畢 很好玩啊那裡啊 誠叔畢你媽媽來了 討厭 以後什麼事我都不跟她說了 等等我 娜娜你媽來了 好 老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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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又到學校來搞什麼亂呢 這按照原來的方案呢 兩邊是修建看台 只要一千七百多萬 現在呢改建為兩邊側廳 做乒乓球室運動器也是 還有體操室 就這裡啊 嗯 項目呢擴大了很多 這修改方案也得舉成屁 好了好了 那些家長啊全給勸走了 我是小之一禮動之以情啊 幾句話就把他們震住了 特別是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 否定之否定的原理 這些家長全服了耶 其實啊我們和那些家長的 希望是一致的 否定之否定的 對啊 就是我們提出個設想 又把它否定了 使這更加堅定我們的方向 你說的是什麼方向 提高升學率啊 只有高升學率 領導滿意家長滿意 那些學生上了大學就更滿意了 教改怎麼就這麼步履艱難啊 就算你提出一千個一萬個方案 在這三個字面前也肯定會夭著 來了來了 你說你來 我說胡校長 自從你到了東方之後 我一直在維護你的權威 你叫一個板我跟著跑圓場 你鋪一個攤子我跟你收拾一個攤子 現在教改到了關鍵事 我希望你繼續幫我 我現在弄明白了 你是打的教改的旗號 始終把矛頭指向教師隊伍 那我沒有 你向來看不上東方的老師啊 你嫌他們土 非要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 你甚至還把常立志這樣 勤勤勾勾的老師趕下講臺 你現在又整到老教師頭上來了 你知道嗎 他們都是東方中學的寶貴財富 劉老師 你就說你的教改方案 你縮短主課時間 把教師們的正腳打亂了 你要分層子教學 把傳統的教學秩序給打亂了 你想幹什麼 我想建立新的教學秩序 新的教學秩序 你是想利用互動的特殊政策 招兵買馬 建立你新的教師隊伍 你這話過分了 我哪次人事變動重大決策 不是按著程序辦的呀 那好 咱們就召開全校教職員工代表大會 由大會來決定取和審 好 你說取審什麼呀 取審你和我 不 是取審進和退 攻和守保和格 攝影 你要不然 你怎麼不動 叫它 結束 前往 水 油 外側 左工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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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瑶瑶 你怎么在这儿 如果我有充分的理由 你 你上这儿有什么 有理由 她来看她的母亲 这个理由该很充分吧 那你没有必要带她 上这个地方来吗 我是她母亲 我想在哪儿跟她见面 就在哪儿跟她见面 你 你不好这么说话吧 我还是她不 妈妈在这儿上班 在这儿 浦东新区存在无限商机 我们公司也得摆摊站码头吧 站码头是吧 我只是希望你 别带着我女儿去充分信 还有你啊 我觉得 咱们学校那个环境 更适合你这样的女孩子 好 你好 先生 请问发展局的陈局长 在哪个方面 好 对不起您知道发号 不能为您服务 你这还保密啊 对 那我用一下电话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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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任 你的信息是不是有误啊 没错 李秘书说 就在东锦江饭店 可是我在这儿转 你啊 随他们把事情办得快一点 不能再拖了 李秘书 李秘书 快去吧 李秘书 好 怎么样 找警局长 对 走吧 来 走 最近忙吗 十大银行的总部 马上要迁过来了 是吧 现在我们黄埔 就快要成为 东方真正的金融中心了 以后就更忙了 忙得好 现在区领导 最着急的就是 配套工程的建设 你想 银行都过来了 我们也许还需要 第二座经贸大厂 需要两座阳埔大桥 需要好几条江洋大道 当然 是要更多的好的学校 每次听你们讲话 我都觉得热血胃疼 都觉得有一种紧迫感 李秘书 你们这么忙 我就不打扰陈局长了 这样你把 这个东方中学校园改造方案 转交给他 好 谢谢你啊 再见 小虎 陈局长 是不是来找我的 怎么不见面就走啊 我听说你很忙 所以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小虎啊 最近到局里去说的人 确实不少 是不是说我利用局里 给我的优惠政策 拉老年轻人打击老教师 说我利用教改搞乱了 互动唯一这么一所重点中学 还说我顾名调育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学校的名誉 看来你是对自己干过的事 知道得挺清楚 干都是我干的 可是结论不是这样 陈局长 市领导来了 他们已经到大厅了 还有这个 是东方中学的校改报告 你得看一下 你要改革吗 我支持 你要钱吗 我给 但是我跟你要互动最好的学校 跟你要合格的毕业生 他们说的我都没听 我知道 教改是复杂的 难哪 你有什么过失我也不追究了 但是 你绝不能上到那些老教师 特别是我那几位特级教师 要想提高学生的素质 首先要提高教师的素质 教改了 必然会触及老师 不是吗 我说的对吗 普教长 其实 你真的应该多到局里来走走 你也应该了解 互动一天天的变化 你更应该让领导知道 你们东方中学的情况 好了 报告很快答复你们 有什么事就找我 我会尽力的 谢谢 阿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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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园 今天就别回去了 以后啊 放了学就到妈妈这儿来 不了 我的东西约好了 还要回去对题呢 我看你是故意的 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多好啊 有房 有车 有绿地 是 还有你的朋友 你的事业 怎么这样跟妈妈说话呢 妈妈 你在哪儿上学不成啊 还非得回上海呢 还非得到东方来上学 你这不是给妈妈出难题呢 一边是爸爸 一边是妈妈 你们无时无刻不再拷问我 是爱她还是爱我 这不是给女儿出难题吗 这 这是两码事 你们两个连为自己辩解的话 都是一样的 好了 我走了 东西带全了没有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盖上肚子 别剃被子 别喝凉水啊 知道了 别吃零食 别吃韭菜 别抠鼻子 喂 我是方思晴 您要的设计图已经出图了 今天啊 你抽时间过来拿一趟吧 好 再见 自己剪 快点 快点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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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办上了作业 我都送齐了 嗯 再说啊 据说敢跟老师叫碗子 说啊 往往是他自己的学义人生嘛 嗯 你还跟陆教掌讲 我对幼稚中的鼓励嘛 是孤独 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老教他们 我待着 没意思 哎呀 戴俊啊戴俊啊 你让我走跟你说 老师是啥 你是啥可以 啊 我是两个年级的数学老师 别管这兔子乌龟乌龟兔子 我的任务呢 就是把他们送进大学 我的任务啊 就是给他们打好这个机 这乌龟兔子兔子乌龟 哎呀 真是搞这么烦死 我都教了三十五年书了 可是现在突然搞不清 我该怎么做才好 好 老师 您说的 是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吗 要我说 最好是乌龟和乌龟赛跑 兔子和兔子比赛 那样才带劲呢 是 也许 他说得有道理 是 乌龟老师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老师们开会了啊 这几年 我们东方中学的发展 卖了好几步 现在成了上海升学率 名列前茅的学校 这是全体老师 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天呢 我们又提出了 实质性教改的初步方案 在教代会上进行讨论 请老师们畅所欲言 同学们下课之前把盘做完 怎么样 谁先说呀 来 发案发下了好几天了嘛 那老师 来 你先说 你以为是周末晚会啊 又是我第一个说 张表明先带头 对对 好 查言道 先说者听为细言 后说者是为金律 这恐怕是你自己杜撰的吧 好 词画源自于抛砖引玉也 好了 你就别抛什么抛砖引玉了 别开玩笑 说吧 好 那么言归正传啊 咱们学校呢 在推陈初心方面 在教育界应该说是远近闻名了 应该说这得益于蒲校长的红彩大略 但这次 属我直言 在方案中 主课定为四十分钟的条文 老朽实在是不敢苟通啊 你那句 要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不说正好是四十分钟 对 我这可不是戏言的啊 据了解人家外部的课识 就是四十分钟一节课 我们为什么不实行哪来主因呢 好好好 如果那个教育家 来调研中国的基础教育的成功经验 就是得益于四十五分钟课识 那我们今天还可以出口啊 我插一句 我认为分成斯教学的想法有益于学生 但操作起来不实际 你想想一个年级就十个班 一个数学三个课堂同时上 能不乱吗 这些都是小事 问题是家长来了 班主人都凑合不起啊 对 你看哪天来多些东西啊 对了 前两天也不是哪位走漏了风声 家长是蜂拥而止 搞得我们老实在是招下不住 是啊 关键是泄露了天机 弄了个措手不及 如果在方案实施之前 专门召开一个家长会 说明分层次教学是为了学生 事情不就云刃而解了吗 对啊 对啊 都做完了吗 都做完了吗 交上来吧 毛老师 您请诉说 好 那我就说两句 我们学校实至今日啊 那是实属不易 这个改革措施呢 我认为啊 恐怕还要详尽地阐述 然后在上海教育上发表 找一个普通中学 进行试别 一旦各方面完善以后呢 咱们再把它拿回来 加以推广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对啊 对啊 那干什么 我们的方案我们干吗放弃 我们是重点中学 要保住我们的声誉 什么声誉 教改走在前面就是声誉 保护升学律才是声誉 好 来 来 你别说话 你要来 Bucket 快波 这 Żyia 不方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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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都别争了 大家刚才的发言都很好 道理越变越明了 但是我不能简单地就方案 说方案 大家首先应该弄明白 谁是教改的主体 谁是教改的动力 我认为啊 从孔子孟子那时代早已明确的道理 现在竟然有人已经把他忘掉了 师者 所以传道兽也解惑也 教师他向来是校园的主人 教师他肩负着指导校园方向的重任 所以 教师才是教改的动力 教师也可以成为教改的阻力 你这个话可有问题 你是说我们反对教改了 你说得清楚 你这个话出轨了 我的观点是 曹晓琳 请不要打动我的发言 俗话说啊 铁打了银盘流水的兵 既然教师是主人 那么凡是教师认同的教改 才能得以实施 凡是教师不能接受的教改 他不能实施 同意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 我不想去争论到底谁是校园的主人 刚才刘校长的观点不容置疑 那就是老师是教改的实施者 老师想不通的方案就没办法实施 可是我想请各位老师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几十年乃至上千年形成的教育体制 还能够适应今天 打开你们的窗户看看 现在护东新区是一点一个样 而我们的教育是几十年不变样 用几十年不变样 来服务于一天一个样的社会 能服务好吗 著名的心理学家经过测散 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 一天当中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只有几个小时 而我们却让我们的学生 一天做十二个小时 你们凭什么 计划经济年代 我们需要罗斯蒂 需要整齐划一的劳动者 那个时候不规范的人才肯定就要被裁掉 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冒尖者 需要出头的船子 需要比尔盖茨 需要陈景峥 需要 卓别林 你们不要笑了 现代社会就是要不具一格加人才 你扯远了吧 我们重点中学的任务 我们重点中学的任务 就是要保证一定的升学历 把合格的毕业生送进大学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据调查 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学生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学的学科 将来是干什么的 我们以后就要送这样的大学生进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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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十四个人 好 好 今天到会的合格代表是三十四人 现在 凡是同意这个方案的 请举手 不同意的 请举手 技全的请举手 我 黄老师 好 那么现在宣布结果 不同意实施这个方案的十六票 一票弃全 同意实施这个方案的十七票 通过办数 我赋议 曹晓琳老师只是短期合同的聘用人员 她没有资格拥有交代会的表决权 此票无效 怎么办 这 现在我宣布 刘锦明同志的复议有效 曹晓琳投票无效 现在同意和不同意这个方案的 都是十六票 都没有超过规定的办数 等等 陈老师 陈老师 您回来了快快快 太好了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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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章程 我这一票应该有效的吧 那当然 有效有效 我郑重地宣布 我投赞生票 好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不管你们刚才投的什么票 我溝宇州都非常感谢您 谢谢了 我宣布 教改实施方案 只在高一年级十个班实行 边实施边修改 待完事之后 再在全校推广执行 孙老师啊 没想到您也合了咱俩 我上了 谢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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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整理一下 再 好的 對啊 我不去老师 我不要老师 放开我uj 孙老师 你不是 你不是 老师 你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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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一个人来这儿打太极拳 不是 少林拳啊 你是谁啊 我是你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谁是你的战友啊 再说 谁稀罕你们这战壕 我有的是地方可去 我可以去合资企业 可以去饭店 去银行 还可以出国呢 那我怎么听说 你是主动走进这个校门 来应聘的呀 是的 我以为这儿的人 都是灵魂的工程师 这美丽的校园 应该是纯洁神圣的殿堂 可事实呢 是殷勋守旧 固执己见你中文场的战场 你描述的形态非常的准确 可我却从中得到了 另外的一个结论 我走过很多学校 没有一所学校像这里这样 充满了活力郁郁的生机 我从每一个老师的发言里 我看到了教改的希望 教育的前景 行了行了 你吐了吐气的 还想走两句试 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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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örjar 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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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名字写半分别 这样 刘晓晓晓老龙头 必须在旁边 哪一个 它在哪儿啊 是方圆中心 在永远地看 在永远地看 老师好 坐吧 今天我给你单独授课 咱们今天主要讲定期分 首先我跟你强调的是一个概念 无论危机分禁 定期分禁 它都有他们自身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连概念都不懂的话 那就无情叹气 ome 下面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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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下面 怎麼樣 我哥哥嫂子給我幫忙啊 給我幫忙的 不過美國休斯頓 和中國的人學 這個 媽媽我回來了 回來了 來進去 舅媽來信了 歡迎你到休斯頓上學 休斯頓 我不去了 不去 你想到英國 媽我哪兒都不去了 我只留在東方中學上學 舅舅 你舅媽在休斯頓選的是最好的學校啊 不 爸 東方中學才是最好的學校 你這是說的 媽 你聽我跟您說 我們學校實行了分層次教學 校長根據我的個人情況 讓黃老師做我的導師 只給我一個人上課 一個人上課 不可能吧 真的 大大的階梯教室裏 只有我一個人 而且黃老師是我們那裏的 特級數學教師 如果這要是在國外 肯定不會有這樣的待遇 所以我決定只留在東方中學上學了 雅雲你上什麼課啊 我想聽聽花卉健上課 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給你一塊兒去吧 好啊 娜娜你上什麼課 我來不及了我上戲劇課 這個更有意思 在花那裏玩我也去 方圓 方圓